HELLO 大家好,我是乔丽 因为我个人非常爱看韩国 get it beauty 这个美妆节目 那这个美妆节目其实有点算是韩国美妆指标的节目 其中他们会有一个get it beauty的blind test 那这个试验呢,除了会给当地的很多粉丝朋友 不知道品牌的状况之下测试使用每一样产品之外呢 当然也会透过艺人,就是主持人啊 能够试用看看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其中一个商品 这一支影片我要来介绍的就是 我自己也买了蛮多,他们盲测得过第一名的商品来给他推荐一下 这就全部介绍过,也就是开价 比较价钱比较便宜一点 你们去韩国就可以买到,然后不会太贵的东西这样子 首先就是气垫粉饼 它叫做Polypain Ink Lasting Pink Cushion 它主要的功能是在持久 那这个气垫它是他们是当初是万元评测的第一名 我自己使用上我觉得它其实真的不输专柜的气垫 虽然夏天全两颊很OK 但我鼻子就永远是会卡粉,会不好看 但很奇怪的是这个,我这个用起来我竟然不会卡粉 它的给我的感觉比用Hela还要好 所以我其实有一点,我有一点吓到 它虽然说主打是持久,可是它遮瑕力很好 就是我光这一颗,其实我不用特别遮瑕 我的基本上的一些肤色不均跟瑕疵 我都可以handle好了 所以还蛮厉害,我个人很推荐这一颗 再来这个,这个LUNA的遮瑕膏 其实也是韩国开价品牌中非常夯的一个产品 你可以很轻易的推开,可是它的遮瑕效果,遮瑕力还在 所以我个人觉得还蛮喜欢的 那大部分会用在我的黑眼圈啊,或是像我有时候 今天刚好有豆疤的时候使用 再来这一款是KISS ME的防水睫毛膏 其实KISS ME防水睫毛膏呢 它在台湾也有卖 我个人是一个,睫毛很容易塌 然后非常短的人 所以我必须要把它刷翘才能看起来眼睛比较亮 那它这个睫毛膏的好处是,没有我讨厌的纤维 因为其实有时候纤维刷起来 会让你的睫毛很不平均,或者是结块 那我的睫毛就是不适合用纤维那种 因为我的睫毛是很硬,很垂 但是它很浓腻,但是又有很短的那种 所以我真的只需要它能够 它能够防水,然后能够固定好我的睫毛 还有纤维就可以了 所以这一支我真的很爱很推 虽然它是日本的品牌啦 再来这一个是 TONY MOLY的水感 应该就算染唇蜜 比较有趣的是它的颜色显色度非常的高 我有下到 重点是它真的用量非常的少 我觉得那么大一瓶,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用的完 然纯维的好处就是它不太会掉色 甚至我觉得比很多红唇膏还要厉害 十九粒还不错,那让我觉得蛮惊讶的 嗯 INNERSWEET这一款 这一款控油蜜粉真的非常的有名 它甚至在GALY BEAUTY的盲测实验中 曾经两度拿到第一名 看多厉害,只要每年夏天一出的控油蜜粉实测的时候 它永远都是第一名,因为它控油效果真的非常的好 如果夏天你本来就是游击很容易出油 又很怕妆上完之后就掉的话 我觉得它就是可以很适合定妆 其实还有更多,有很多是重复的东西 无法一次画在我脸上介绍给大家看 那大家就请去看文章 我就简单跟大家介绍咯 我是乔丽,希望你喜欢我今天的影片 拜拜